中人人獸香港超級聯賽第十五週的賽事 有標準流浪主場面對著東方 今天流浪擺了三中堅五後的陣式 配搭兩個中場林遼泰和林顯廷 前線有三位包括伊巴謙、劉志樂和神田夢實 入球在上半場出現的球 一個漂亮的頭緒內致東方的中堅高蘇巴耶夫 當然也要稱讚余再燃這個出球落點也恰到苦處 要靠著這位高大中堅設一個漂亮點 在上半場也看到伊巴謙靠著自己的速度製造不少的機會 這下右路兩個二十一號的對碰 看到伊巴謙壓過對面的中堅丹尼爾 但是球速出得很快 有點彈一下彈一下 令到林顯廷的球速吃得不承認 轉過頭有個VAR情況要看一看 這下原本的球就看到阿均尼射了球 伊巴謙面對著對手的高蘇巴耶夫 看完VAR之後 就看到東方的中堅高蘇巴耶夫的球一胸口 照完之後 左手手腕的位置碰到球 球證的廖國文也馬上看完VAR之後直指十二馬 十二馬是由劉志樂去處理的 面對著剛剛在國際賽期表現非常出色的門將葉鴻輝 真的飛到處理的位置 救到這一個漂亮的實二馬 一班流浪的球員都很失望 最失望的是自己失誤 這下回到後 門將救到一下但救不到第二下 巴科爾一個遠距離入球 但這邊就是流浪的中堅林唐真 一個自殺式回傳 原本見到余在燃想過門將的盧少奇 第一下不行 第二下幸好有巴科爾一個入球 在上場尾段流浪一個角球攻勢 轉過頭被對手打到反擊 射門再到內置是余在燃 被盧少奇擋了之後 跟第二個入球真是熱曲同攻 先是余在燃 再有巴科爾響度 把這個比數射成3比0 變成上半場的比數 三球球余在燃也有參與過 到下半場 看到流浪把中堅林唐真換走 把中場的杜國瑜入體 渡國瑜繼續踢回中場的陣式 流浪變回四後衛 到下半場的組段 有個黃金機會 神田夢實把球出在中間 看到前鋒伊巴謙的埋門 但過不了葉鴻輝 但這下馬高士下腳 踩中後面入體的渡局 今次的十二馬就沒問題了 處理的就是神田夢實 有一點直步 射回滿章葉鴻輝的左手邊 把比數拉近比較接近的3比1 近期流浪在賽事有五連敗出現 之前2比0擊敗了進鋒 叫做不致連敗 這邊又見到後備入體的陳耀祖 在短時間內拿了兩個王牌 原本其實3比1的時候 流浪攻勢不少 駁到很多的罰球 和一些賣門情況等等 但小打人底下 變相東方就拿了很多的進攻機會 這裡有年輕球員的吳宇希 一個射門 轉過頭看見這一下流浪的中堅崔祐 就省中他的手 十二馬一主力是來自余在賢一個漂亮的高球 這一下就 守死了門將這邊的盧宇希 將比數4比1 今天余在賢表現非常出色 幾次的進攻也有拒粉 有助攻也有入球 去到比賽最後階段 年輕小將吳宇希 都不撿輸 將他叫回大位 射球往回軟處 將比數改成5比1 東方也是靠著這五個入球 來到旺角大球場 以5比1擊敗標準流浪 亦都在聯賽在穩守前列的位置 在穩守前列的位置 雙方 雙方 一伍 二伍 一伍 一伍 一伍